和照片是一模一樣的 看到富士山了 今天晚餐來的地方 就是我唐姐姐幫我訂的燒肉 叫做銀座山科 隨餐附送可以選擇有酒精的葡萄汁 沒有酒精的就是Sparkling 蠻油的 它不甜的 和照片是一模一樣的 它是圖紋相符 這個是生牛肉 魚子漿和海膽 下面是飯還是整塊都是這樣 我有飯的 下面是有飯的 日本米真的很好吃 這個就是燒的牛 包廣假期 你有你 覺得淒淋 我也有我 沒有他們 今天每次我中站 後悔放棄 努力太刪難 哇 正常燒光 它是不會燒到熟透的 是因為它的肉很新鮮 超厚的牛絲 點少許檸檬汁 謝謝 謝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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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不硬 不會很軟 但是它是有條件 牛絲 牛絲 我覺得它很像是煙肉 因為它是把它燒光了 燒光了 可以一片一片 這樣掃出來 這是什麼肥牛片 很吸引 那些肉的紋路 很漂亮 它這隻牛絲 是很出色 這個 是牛片 然後包著一粒飯 好好吃啊 哈哈 它是抱頭大嬌 這個飯 在這條魚煎 它也是香的 這個牛 它是入口即溶 應該是用和牛 好喝的 但原來真的少一點鹽 好喝的 這個是和牛三分之 太開心 好喝的 我想試一下牛 生茄肉醬 好喝的 吃到有點不舒服 肉是 它在咬 基本上牛肉 就在你的咬 落力的位置 斷開了 重拌 這樣可以嗎 稍後會有飯 拌下去 天際亞美汗泉 聽說某助教堂 終於出太陽 今天去代官山逛街 哪個位置 想坐 這間好像是 Stabar crossover 超快 本來以為出太陽會暖一點 走過來的時候 我的裙底是 我上身是很暖的 因為我有穿Montbell的阿婆底衣 但今天就打算穿短裙來拍照 冷得很香 這個是日本版的火腿芝士脆湯 一會兒應該11點 我們去的地方應該開門 牛肉包不是熱的 但也很鬆脆 我不是很喜歡Tiramisu 太水太軟 但這個是站起來 有個蛋糕的口感 其實要做到手指餅 還有咖啡之餘 不會變成一坨東西 不是每間都做到的 我吃過一間最好吃的Tiramisu 在北京叫Peter Pan 是不是意大利餐廳 好吃到 今天是最後一天留在市區 明天就會出發去河口湖 今天就是最後一個時段可以來掃貨 我來了一個我很喜歡的餐具店 Studio M 看看一些實物 它是有幾層的 但因為裡面不能拍攝 所以我再跟大家開箱 我會買些什麼 下一個目的地是什麼 白鳳堂就在表參道 最上一次來日本我也有去的 當時就買了兩支可以新宿 帶出街用的掃 真的蠻好用 然後用了五年也好 都好像新的一樣 所以今次就再想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新的掃可以買的 我正在想 可不可以買多一個新宿的掃 這樣就可以出去工作的時候 又或者去旅行 這樣就很方便 全部都 他們的掃呢 隨便拿一支出來 真的很滑 香港來講 我覺得Make Up For Ever的掃是最好用 最值得買的 但是日本白鳳堂 可能是另一個級別 當然價錢也是另一個級別 我就是之前買了 好像這個 胭脂掃 陰影掃 帶了一雙布來 今天才能穿 因為之前那些日子 已經逛街 逛得太辛苦 所以在最後一天 差不多已經買了東西 才穿了 好餓 好餓 隨便找了一間拉麵店 吃我們第一餐 不是不好吃 但是它沒有之前那間那麼出色 譬如在肉上面 它是沒有那間那麼淡淡的肉的感覺 好鹹 我覺得OK 你可不可以試一下我這個 為什麼你每次都選錯 你叫他拿一個小碗 你拿這些 哇太鹹了 真的太鹹了 我只吃過一條麵 轉眼間 我們又來到一蘭 因為我朋友實在太過生氣了 所以吃完那碗之後 就要馬上再吃 我只點了剃肉 還有一些蔥 對呀 我很想買這個 它是白色的 然後我來煮牛奶 覺得買這個尺寸 還是買這個尺寸 還是買這個尺寸 看我熱了水 然後就 它是這樣的 全白 防漏 有個格 然後一上班 上學 同事就說 哇這個房子好美 在哪裡買的 它是日本買的 天為是我中棧 希望你太深刻 嘩 我看到它的飯 我已經有溫暖的感覺 它是一個很靚的日本米 只剩一口米 這塊牛舌 很好吃啊 很爽啊 而且東西很熱 很喜歡 很划算 港資240元 再嘗嘗這碗咖喱 好好吃啊 還有湯的 裡面還有粒牛 今天就是旅程的尾二那天 現在就要出發去河口湖 到浸溫泉 看褲子山 然後就要回香港了 但今天沒有昨天那麼陽光普照 還是因為還沒去到下午呢 陽光都漂亮的 沒有帶Spray 所以今天就是這條B毛 是超多毛毛的 我後面就是布士山 不過今天的藍天不太藍 是多雲 其實不是不藍 只不過是很多雲 所以不是很清楚看到布士山 這次住的一間酒店 就是這間Yubuya 我再次發現你生地 讓我愛上意外 不過這次訂不到房間裡有私人風淚 因為這間是超美的 如果房間裡也有溫泉的話 很想試一下 再來一次 訂到一間有私人風淚的房間 這次我就住在二樓 在上面那些樓層 就應該每間房間都會有私人的溫泉 這次就是齋房 浸溫泉就可能要去二樓這個公共的風淚 它是包含一個晚餐的 差不多六點半 那就去這個吃飯的地方 吃晚餐 好像很漂亮 有個廁所 有個尿兜 怎麼會這麼搞笑 洗手盆 哇 看到布士山啊 好舒服啊 好漂亮啊 令我更想下次訂到樓上的房間 私人風淚那些 在這裡再延伸出去 有一個露台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私人溫泉 太幸福了 溫泉好像是三點才開始 然後到晚上十二點 因為沒有私人風淚 所以溫泉的環境 就不能拍到給大家看 我就自己去 Enjoy 晚餐有六點和六點半選 我就選了六點半 然後去一層的餐廳 吃就可以了 待會就拍一下這裡的晚餐給大家看 整體菜單 這個應該是懷石料理 但我看外面是有人吃 嚼嚼嚼的 那些肉很漂亮 反而我想吃外面那個 可能我本身不是真的好懷石料理 所以這一餐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真的有點普通 而且它的食材方面 我覺得不過不失 蘑菇雞湯是挺好喝的 但一頓飯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記憶點 而且它那個爐下面是用蠟燭去點火 所以那個火有點尷尬 有些肉就燒得很快熟 有些像雞要燒久一點的話 比較難燒得均勻 如果下次再來的話 我應該會問一下它 怎樣才能吃到外面的 好像好吃很多 吃完飯之後 我就去了樓下那裡看一下 然後就回房了 現在是凌晨4點 竟然肚餓 幸好有24小時的便利點 蛋火腿芝士 三文治 然後杯麵 然後加個保險 然後5點 溫泉就開 所以一會兒吃完東西 回去就浸溫泉 然後再等一會 就可以吃酒店的早餐 人家說蛋沙律很好吃的 嗯 原來便利點的三文治這麼好吃 而且我很喜歡喝他們這個牛奶 當然香港那個名字 紅色的版本我都很喜歡喝 但是這個名字呢 是特別重奶味的 早上早的景色 同樣地早上的和食呢 我自己也是覺得 普普通通啦 它的米呢 不是我很喜歡吃的 那種日本珍珠米 還有三文魚呢 就有點偏乾了一點 但是在趕飛機之前呢 都算有餐飽飯吃 都很滿意的了 下條片將會是我整個旅程的 開箱片段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下次見 拜拜 好